把粉条放入油锅中 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真的太下饭了 下面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红薯粉条剪成小段 锅里油温烧到六成热 下入粉条 炸成这个样子之后 捞出备用 一块五花肉多成肉末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下入肉末 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更香 再下入姜蒜末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小的麻婆豆腐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用这个麻婆豆腐酱 不管是用来做麻婆豆腐 还是蚂蚁上树都非常的好吃 又下饭 接着往里面加入白开水 然后放入刚打好的粉条 用筷子按压下 再不停的搅拌 用这个方法做粉条口感劲道爽滑 非常的Q弹好吃 让粉条吸足汤汁 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即成 一盘非常美味的蚂蚁上树就做好了 开胃味下饭 真的非常的好吃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没关系